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最大的 就是排行 它是根据一段古文来排字的 这个古文它一辈一辈排下来 我明白 家谱上 我这一辈就是文字辈 对对对 我是大字辈 然后根据猪和大这两个是无法选择的 然后大怎么呢 想一想去 大可吧 大有可为 叠起来是个旗字 诶 猪旗 它确实是老发旗论 而且是大有可为 经常看您的这个文章 而且呢 这个大可兄 我觉得应该是对中国的教育界比较熟悉 大学里的事儿知道的多 最近我跟你说 打听一件事儿 我在这报上看来的 哎呀 我觉得现在这个大学生啊 说说湖北大学 有个数据学院 这个学院呢 比如说有一同学小张 他呀 你知道吗 他现在就觉得脑袋后边好像有人盯着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有一个同学在观察他 可是他不知道那个同学是谁 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班啊 数据学院 它是个数学的这么一个班 出台规定 盯人战术 每名学生有一名神秘同学 观察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是什么 这个班呢 男女生数量相当 分成两组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 你自己同学在信箱里抽签 抽出来的那个人 当然你不能看 抽出来的那个同学 就是你的这个神秘天使 他叫小天使计划 就全天天使 那么这个同学就负责呀 暗中观察你 但你不知道是谁呀 暗中观察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看每周班会的时候 这个同学要写下对于他观察对象的 一周情况的这个反馈 和这个想要说的话 这个这个计划采用不记名的方式 一个月之后再换抽签 就等于你是有一有一钉箫的 在盯着你 当然本意说是好的 这个班里说呢 说我们是为了什么呢 开展这个活动 为了加强学生间的友谊和互动 如果每一位同学发现 有一位小天使在关注自己 那他就会更加认真学习了 蛮可怕的 我觉得可怕 我觉得蛮可怕的 就是说 今天的大学要靠这样一种方式来敦促同学的学习 用告密的方式 用窥探隐私的方式 这个是相当可怕 这是这个教育 我觉得出现了一个大问题 对 而且有的学校是公开在互联网上面 我觉得前阵子不是传某家学院 就是说他在互联网上面 他在自己的学校的网页 就是公开招聘这种信息员是吧 对 就是学生 就帮校方监督其他的学生 那监督的东西 除了是学习方面的成绩 态度 也包括道德 人品 思想 正不正确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东西让我想起来 有点像英国的军情六处 MIS 为什么呢 对 因为军情六处有个很有名的东西 这全世界都知道 它大概是唯一一个 就是国际上有名的情报机构 是在网上公开招聘特务的 你也可以去申请的 是吗 对 因为前阵子它有个中文的网页出来的 给派007那些待遇吗 对对对 就公开招募 就是懂中文的 甚至是中国人加入军情六处 有个中文网页的 现在这个特务的文化 现在很流行啊 那电视剧 电视剧 每一个电视剧 安算 从那个安算开始 现在所有的电视剧晚上播的 几乎都是特务主题 是吧 抓特务 所以说为什么近些年 有些这个老师啊 也是动不动痛心疾首 说怎么现在的这个大学生 那么这个历史教育啊 是空白 说你不知道民国也就罢了 但是呢 怎么也不知道这个什么文化大革命 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也就罢了 甚至有些同学都不知道 30年前的这个改革开放 对 说这事 我跟你讲 如果说 但他们很爱国 对 他们很爱国 但是真的 我觉得 如果这个班里的一个这个班长 或者同学 他看过有关文革 乃至于当年的那个某些历史的话 也许啊 他可能就会抗拒这个事情 对吗 这是个历史记忆 为什么说历史记忆 你这 那个时候就是盯人呢 对 那个时候就达到一个夫妻二人 床上说话都不敢谈政治 就夫妻俩人谈到政治就不谈了 对 你知道吗 因为一谈你老婆都可能会告发你 你说他曾经是这个样子 文台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 那个 郭小川 郭小川就是他妻子亲自告密 把他打成反革命 就是这样 而到现在为止他老婆还拒绝忏悔 就是他还觉得他是正确的 是吗 因为他有一个政治正确的这个逻辑前提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我们今天要做这种谈的问题 而我觉得我今天要谈这个高校 为什么要靠这样的一种文化来维系这个正常的教学秩序 这个大学究竟缺失了什么东西 它的灵魂和核心到底到哪里去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的问题 没错没错没错 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最危险的就是 今天我们中国在做很多自相矛盾的事情 什么叫自相矛盾 就一方面 从奶粉事件一直到现在 很多人都说我们中国价值体系崩溃了 瓦解了 那为什么它会崩溃呢 就跟这种做法是有关的 我觉得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看 一方面这种告密传统 彼此监视的传统 等于首先取消了人跟人之间的信任 对 把这个信任基础瓦解了 他靠什么来维持呢 你比如说像告密啊 其实是表示什么 告密是一种摧毁道德的东西 他怎么个摧毁道德呢 理论上比如说你让同学 彼此当小天使 彼此来监视 是有助于大家 慢慢都变成品学兼用的好学生 可是他的前提在于 这是在有别人盯着你的情况下 你会做好事 你会当好学生 没人盯着你的时候 你会不会君子圣读呢 不一定 而所有的道德要能确立呢 不是靠他律 是靠治律 道德是治律 道德是 你看西方的基督教传统里面 他有这种所谓的护卫天使 Guardian Angel 很多西方小孩从小到大就知道自己有个小天使 或者常常觉得上帝在盯着我看 但那个上帝 他是在里头 内化的 他内化的 就你觉得我不能干坏事 没别人看到我都不能干 为什么 上帝知道的很清楚的 今天我们中国的情况是 只要没人盯 我就什么都能干 我也是这样 是吧 教育的权务 所以你看这种教育方法 你不就等于在鼓励人盯人 来确保你当好人 没人盯你就干什么都行 我记得有一个美国的电影 叫女人香 Dustin Hoffman 不是Dustin Hoffman 是那个Air Pacino 对 演的那个瞎子 那个盲目的那个退伍军人 他那个故事啊 就是在讲一个 大概是一个学校里 可能三个学生啊 搞了点小破坏 后来这个学校就让这个学生们揭发 是谁干的 那么有这个学生呢 他不愿意出卖朋友 于是呢 他就遭到校方的处罚 好像是要开除他 最后这个退伍军人 就说我当你的家长 我带你去 说我要发表一段演讲 然后就在台上 就是阻着他拐杖 我印象很深嘛 那大概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一个这个学校 树立你这么一个秩序 你要靠让这个学生出卖朋友 这种东西 那么这个学校也是很危险的 这也表达美国也有这个话题 我觉得就是文章刚才讲的就是他没有一个关键是我们的灵魂空掉了 他没有一个内在的东西 内在的信念 内在的对于一个这个人类共同的这种价值的这种渴望 这东西被抽空以后 他只有靠外在的就能滴灵战术来维系这样一个秩序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大学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内在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人 我们讲人文经术 或者叫人本主义精神 这个东西严重缺失 导致了今天这种恶果 但是你就甭说学生了 你还有就说是这这做教授的呢 现在我就听一些人跟我讲啊 好像对中国的目前大学校园里的情况啊 觉得这个很失望 就现在搞成什么样子 有有些人说话可能极端呢 就乌烟瘴气 什么什么老师市场化 老板化 然后呢 老板化 对啊 老师 学生叫老师都叫老板了 boss啊 因为他可以他做项目 项目在学生你给他打工 他就给你钱啊 每天每个礼拜 西方大学也都习惯叫老板了 对 咱这就真的有时候变成了这么一种关系 这么一种关系 所以人家说呀 说大学啊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原动力啊 它为什么能成为原动力 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 有人说像在西方大学 说大学的历史啊 比你什么社会制度的历史甚至都久 那么就是说它始终保持 咱就说一块净土吧 它有一种学术精神 有一种价值观 它至少在校园里还存留 这样永远可以向这个社会啊 提供一些好的思想和智慧 对 我觉得一个理想的大学 首先是教授 他们是独立的 是吧 甚至是就我们讲的知识分子 他是个批判知识分子 他保持的这样一种独立的立场 来帮助这个社会推进 他们找到社会的各种瑕疵 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改进 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 他在大学里面这些知识分子 他应该同样承担这样一个独立的观察社会的 评价社会的这样一个独立的立场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们是大学的真正的主人 现在不是 现在整个大学是官本位 按照朱学琴讲话 他有一个很生重的词叫处长专政 处长专政 就是处长可以 甚至科长 甚至一个普通的科员 可以把老教授训得这个狗血拎头 真的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这斯文扫地了 他因为这个学校 真正的主宰是官员 不是教授 绝大部分学校都是如此 这也是很多人愤愤不平的地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这朱老师提出这个话题 其实很要紧 这大学校长自个都这么提 大学的使命和精神到底在哪 这是哪 5月5号新京报 北大校庆举行一校长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对当前大学围着市场转的思想提出尖锐批评 说有些大学教师 成了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学术大师难以出现 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受到严重影响 他说这与市场侵蚀大学的自主性 有很大关系 在这个论坛上纪宝成表示 市场经济是以物质利益为动力的 但大学的使命和精神要求他跟市场保持一定距离 那当然 可是我觉得纪校长也不能忽略另一点 就今天中国的大学面对的问题 其实跟我们很多别的领域一样 就是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市场化的形式 还有政府 就官方的这种制度 你比如说像除了刚才朱老师 或者是其他学者常常谈到的 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处长专政 这种情况之外 我们不要忽略了 就是连教授做研究的内容跟方向 也是受到制约的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今天中国 我们知道今天中国的大学 其实改革了很多年了 这个改革 我们很多壳是超西方的 或者超国际标准的 比如说我们要考察一个教授 他能不能升等 我们看什么 你论文发表的数量够不够 你的研究项目够不够 或者你的研究项目的等级够不够 那这个等级又怎么算呢 我们常常注意到 有些教授他的名片 他会写说 他做的一个什么项目 是国家级什么项目 对不对 那这种项目呢 就表示你级别很够了 问题在于 从来学术上面 我们考量一个学者 你的研究够不够分量 是不需要政府来告诉我们的 是我们行内有标准的 对不对 但是今天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用邓正来教授的讲法 就今天有很多知识 是规划知识 就是国家规划的 就我们现在不是不大搞计划经济了吗 但是你知道我们大学在搞计划知识 就国家弄一些什么重点项目出来 然后大家说 大家去抢吧 就看谁能分得到那个重点 那为什么是由国家来告诉所有的学者 研究什么方向东西叫重点 研究什么样的东西才叫做好研究呢 这就是行政管理吗 这就是行政管理 然后凭教授凭等级就靠这个东西 就靠这个了 如果你拿到国家项目了 那你就能看这个比较高等级的 对 如果你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稍微低一点 但是也多少能分 对 还有看年资 对 他根本就不看你真正的学术成果 对 而且呢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 还要让我想起一个事 就是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提起 就是陈云雀的那句话 独立之精神 是吧 自由之思想 对 这也是应对当前这个 这恰恰是我们大学最缺乏的东西 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同济校庆的时候 温家宝曾经到同济来 他就号召学生仰望星空 后来他在多次在各个大学里面演讲都讲了 后来他还写了首诗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温家宝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同济他针对一个理工科大学 就是说你什么仰望星空 就是你要有哲学 你要有信仰 这康德说的那个头上的星空 和我们心里的道德律 对 他是回到我们刚才话题讲 所以你要建立内在的 自己内部的 内在的那个信念 你就自然就会有道德的 这个自我的律令 会产生 你就有学习的这个动力 是吧 你的所有的东西 它都会形成一个系统 现在这一片都全部是挖挤掉 你说这 我想最近有一政协委员 还是人家代表我忘了 就是谴责嘛 说这个中学的时候 把这个学生就分成文科理科 这个就导致 这个理科的这个学生呢 他也缺乏这个人文这方面的这个素养 那文科的学生呢 又觉得跟现代科技很格模 所以就导致了这个人文传统 和科学传统的隔离 所以你看 刚才我们所讲的一切都牵涉到什么 就我们的大学也好中学 我们的教育呢 是一个严重欠缺自律的这么一个系统 所谓自律就是什么意思 说道德上 你要学生监视学生 哪怕是监视老师 这是在道德上 他律 盖过自律 在教育上面 在学术研究上面 你让国家规划的项目 哪怕那个国家项目 是由一群精英学者来定 这也不应该让他们这样子来搞 就国家的项目重点的研究 你可以得到好一点的待遇 或者好一点的平直撑 这也是一个由他律代替自律 就学术上面 什么叫好 什么叫不好 谁高 谁低 这全世界学术界是自有公论的 就我们行内人 行内人自己知道 我们搞这行的人 谁行 谁不行 大家自己有个判断 对不对 就不需要你外头人 甚至一个科长 处长来告诉我们 这不是很荒谬吗 而且我觉得中国孩子 相当一部分孩子活得挺拧巴的 他真是从小到大 就处于被监控的生活里 爸妈就开始监控 上小学中学 这不是老师学校监控吗 回到家爸爸妈妈监控 找个女朋友 找个男朋友 父母亲在旁边监控 甚至什么偷看日记 偷看信件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朋友 当年就是这样 说是一个女孩子 跟咱们都挺熟 他就是说 多少年前 少女的时代 这个情书 被这个父母亲偷看 完全没有尊重的 没有尊严的 然后导致这孩子性情也刚烈 当时离家出走 声称离家出走 一个星期 其实就是到同学家 住了一个星期 不回家 然后后来他去了纽约 多年之后回来 跟一帮80后的孩子在一起 听见80后的有孩子 还跟他说 自己遭遇这个事 他就气得 他就说了一句脏话 他说怎么中国的父母 现在还是这个德性啊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怎么还是这样呢 嗯 这个就是家长政治 对 就是家长是有权利来 窥探你的隐私的 这是他的天然 天赋权利 任何家长 他可以布置 如果你有两个孩子 可以布置另外一个孩子来监控你 现在好在是独生子女 是吧 他没有 没有这个机会了 其实是完全有可能 是吧 如果有两个三个孩子 互相监视 这个家庭就是这样建成的 啊 对对对对对 原来我跟我弟弟也互相告状了 哈哈哈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大家都在说这个应试教育 你怎么看 这个原来考试是很必要的 我觉得考试是不可能抛弃的 它是一个检查一个人的这个能力 他的学习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但是这个现在是把考试这个东西无限的推到极端 就把你整个的教育的目的设为为了对付这个考试 这个就产生了整个教育体制的一个异化 就是说你所有的学习只为一个目标 它不是获得自我的精神的这种 就获得这样一种自我的道德也好 自我的人格的这种培养啊 自我精神的这种训陶和人格的确立 而是为了应付那一场考试 是 整个小学为了应付 考高中的考中初中的那场考试 整个初中为了考高中 整个高中为了考那个大学 考大学以后为了考那个社会 社会那个公务员职称 或者是考研究生 他只有一个目标 这个就使得整个教育彻底进行 那么为了满足这个东西 他可以不考虑独立的思考问题 他只要因为考试它是 考试是规定内容 规定的内容 对吧 另外考试的答案也是被规定的 规定的 老师告诉你 是这个答案 就是这个答案 你没有质疑的可能性 你没有标准答案 这是标准答案 所以他完全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这种能力 因为他不需要 你思考干什么呢 你只要把考试考过来就拉倒了 所以包括学校里面 比如说像我们学校 有很多很多课外的讲座 这讲座学生去不去听 是取决于 这个东西跟我学的 考这个试有关系 我才去听 如果没有关系 对不起 绝对不去 就是现在 现在就是说 实用主义到这种 实用主义 说现在就是说 你跟对什么市场需求 大学 人家说大学要不要这么样的实用 是吧 甚至有的什么连什么什么 酒店招待 导游什么的 都都具体到那么个地步 他们说就说 职业教育当然要加强 可是现在的大学就是这种 特别实用 我觉得现在很多学生在一起聊天 也都是说 干什么呀 学这个将来有什么用 学这个将来好不好找到工作 一般都是这样 所以你想想看 我在香港也是这样子 因为香港本来就是实用挂帅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当年念大学的时候 在香港 很多人就说你念哲学 你就完蛋 念哲学是个 你哲学系毕业 你只能做哲学家 我觉得没有这么个行业 对不对 可是很奇怪 最近在欧美 特别在美国 最近几年 哲学成为热门的专业 就很多大学的学生 喜欢选科的时候 喜欢选哲学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开始发现 比如说念哲学的人 他是什么东西 他都能够摸一点 碰一点 懂一点 比如说今天美国面对的各种问题 能源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恐怖主义的问题 到了最后都会牵涉到一个 哲学思辩的东西 所以他们开始喜欢念哲学 那么其实这个说明什么 我用美国这个当例子 我不是说美国人 多么懂哲学的好处 而是说 这整个教育的文化开始在变 在美国呢 开始他们因为大学的 就学人口多了 他开始觉得本科教育 是个基础教育 你的职业部分 是在本科后去完成的 那中国现在情况还不是 中国我们就把大学本科 当成职业先修了 所以你就看那个奥巴马吗 我就说 人家评价他这个演讲 说这是个有历史感的人 对 有人文感的人 对吧 现在的人聊天 这是个有历史感的人 对